字幕志愿者 杨宗盛 其实我们生活中 常常有很多的对话就是佛家语 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数不清了 如果一页一页拿出来你会发现 原来我讲了超过一百句两百句佛家语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了 一个文化在你的生活中 它成为一个实质内容 那表示这个文化 这种宗教 它不是一个读经典 或崇拜偶像那么远的事情 所以宗教其实 它是一个信仰 它有时候也是一个生活 例如说基督教就是信望爱 这三个字这么简单 那怎么样发展这个信仰 它就会有不同的具体的做法 因为有具体的做法 才能进入人间 我自己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 从中学开始爱读哲学 哲学那你就会涉及到宗教 我知道有两把钥匙要用 第一把钥匙就是希腊罗马神话 你才知道西方人怎么想 另外一个就是新约旧约圣经 那中国的佛教 从印度来到了我们的中途 经过不同的转换 要变成文字是一个翻译 变成一个大家能够诵读的 我对这一切的感受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它心诚则灵 它把一个长的经典背完 那你真的问他意思 他也没有办法说 才很明白 大概意思 他听人家讲经 听过 太奇妙了 就是老太太都能够背那个经典 经典不太容易 由文字上去理解 可是有一个 他切实做到这些 行为上做到的人 言语上做到的人 他说的话 我们就愿意相信 那么我们相信的是 是一个有德性的人 他不在这个口舌上 讲的巧跟妙 他就很 很朴素地说了一个道理 然后你因为他 然后去读 去读 好好地去读 读这本经 就他有道 有德 你会相信 他说的话这么简单 这么朴素 人生有很多事物 很复杂 你会照着做 就是照着背 因为你知道它的核心的道理 各位天天都来用冰箱 东西不要堆太满 上下层的温度不一样 你们都知道 那你跟我讲一讲 冰箱的原理 大概没有人讲得出来 你只要负责用就好了 但你要知道 买冰箱是为了什么 所以最了不起的学问 大家都讲不出来 讲不清楚 但你知道它是 它真正的用途 带向什么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